另外一个案例出现在台东 这是一名理性妇人 昨天中午到菜园种菜 结果被自家私有的土狗给攻击了 全身有多处的撕裂伤 神经还差点被咬断 妇人紧急注射了狂犬病疫苗之后 被送往高雄医院来进行神经结合手术 附近的邻居都说 这个伤人的土狗 一个月前有吃到死亡的白鼻心尸体 之后性情就大变 这个防疫人员研判土狗 是有感染狂犬病的疑虑 当场将他给扑杀了 我抓到了吗 洞保人员全服装抓土狗 伤人的狗最后不但被抓到 还被就地枪决 抬上防疫车送去做检查 离京夫人25号中午到自家菜园巡视 却被养了多年的土狗攻击 手臂大腿被咬得皮开肉绽 伤口深刻见骨 神经还差点被咬断 银子痛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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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居说伤人的土狗一个月前 吃了野生动物尸体后 就变得性情凶恶 有没有感染狂犬病还不确定 但受伤夫人家属以防万一 先把人从台东送到高雄做检查 我们就是以一般的伤口的 标准处理方式 在普通病房 而且是状况稳定 过去几个月 全台各地陆续出现民众 被铃居或自家宠物咬伤 甚至致死的个案 专家提醒发现居家宠物性情大变 就得多留意 野生都五个 千万别靠近